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是OK 歐洲的歐 拉K的K 大家晚上還OK嗎 還OK OK喔 今天晚上啊 我從新竹搭高鐵來卡米蒂這邊表演 那我在等高鐵的時候喉嚨有點乾 吃了一點龍腳傘 結果不小心喔 撒一點到我的手上 那個龍腳傘很貴 我又怕浪費 所以我就下意識的 剛好 鐵路警察看到了 我花了30分鐘的時間跟他說明 我沒有東西可以賣他 過去幾個月我都在家裡上班 現場有朋友也是的嗎 有嗎 都看到一些點頭 我們在家裡上班啦 公司要求我們寫一個東西叫做 工作日誌 有朋友聽過嗎 就是要把每一天幾點幾分做的事情 通通寫下來 再上傳到公司的網站 我這個人很老實 做什麼都行 結果咧 回頭一看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 我都在大便 公司的人資啊 打電話來問我說 你怎麼每天都在大便呢 這什麼問題啊 因為我健康嘛 我又回了他一句說 那為什麼我每天都要上班呢 結果我就從 Working from home 變成 home 差不多是從5月我就在家裡上班 因為那個時候疫情剛爆發嘛 大家沒事不要出門 更不要群聚 但我家附近有一個國中生小弟弟 不聽話 硬要跟朋友出門騎車跑山在那邊飆車 結果全台灣最先解封的地方 就是他的腦袋 哇 我覺得防疫期間 就是乖乖的待在家裡 不要出門嘛 你可以花時間跟家人相處 多了解你的家人 像是我 欸 就在這段期間發現 原來啊 我的阿公 他也是鬼滅之刃的粉絲 阿公甚至 發明了一招新的呼吸方式 插管呼吸 前幾天啊 醫生打電話來跟我們說 阿公要準備練大絕招了 拔管 那曾經有觀眾啊批評我 他說 家人插管啊 家人氣切 這種事情怎麼可以開玩笑呢 其實啊 任何主題都能夠開 只要你 切的角度正確 那我們今天疫情5月爆發嘛 在4月的時候 還有發生一樁悲劇 大家記得嗎 泰魯閣車禍嘛 清明節前幾天的 那時候看新聞 很多的遺體修復師 自願到現場去幫忙 他們真的是我的偶像 因為我覺得他們真的是 堅持到底 把興趣發展成職業 拼拼圖啊 但他們拼圖也是會有風險的嘛 就拼圖也有找不到的時候 那我還記得啊 那個死傷的賠償金 一個人最多可以拿到三千萬 大家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爸爸走了 冰室來了 昨天半頭七 明天買大七 那當時這個款項 我記得衛福部那邊 有開一個捐款帳號嘛 我相信政府一定會好好使用 這一些善款的 畢竟 那也算是血汗錢啊 其實喔 國家發生這種悲劇 我覺得可以看到 我們台灣人的團結 像泰魯閣車禍 我們捐款 那肺炎爆發 我們就自己買疫苗 還記得剛開始打疫苗的時候 那時候一開電視 就會看到很多老人打疫苗 死掉的新聞 我看到一則印象最深刻的是說 一個老人打了疫苗 回家吃粽子 然後噎死了 我記得這好像是一則台北的新聞吧 我不曉得那個記者 在寫什麼鬼東西喔 這個老人家真的是 走得不明不白啊 那麼我覺得喔 要杜絕這種悲劇呢 我們就是要把疫苗接種站 設計成像是闖關遊戲那樣 我們第一站吃果凍 第二站吃肉粽 第三站吃麻糬 只有通過重重關卡的老人 才符合打疫苗的資格 那麼 如果不小心挑戰失敗了怎麼辦 記得胡瓜的名言嗎 下面一位 那如果你今天打完沒事呢 喔 那很棒啊 我們繼續送幸福 那打到後來 沒有人打呢 主委加碼囉 那麼 我還發現一件奇怪的事情 就是每次在打完疫苗 有人死掉之後 我們才去解剖 看他的死因是什麼 那我覺得那個時候解剖 有什麼用嗎 我的意思是 人都已經走了嘛 為什麼 我們不能夠先解剖 找出不適合打疫苗的人 這樣不就能夠減少悲劇發生了嗎 我認為喔 這個就叫做 那這個概念我不是原創的 我是在看書的時候想到的 那本書叫做 法輪功在中國 那我覺得 只要台灣推行超前解剖 我們也可以很驕傲的說 看好了世界 台灣只示範一次 因為阿公受不了第二次 那我們現在是九月嘛 九月初的時候鬼門關 那每年到鬼月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禁忌 說什麼 晚上不要曬衣服嗎 不要剪指甲 每年差不多就這一些 但今年我看到了兩個 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 第一個 是說鬼月的時候不要吃冰塊 為什麼 大家想一下 冰塊這兩個字 你把他的步手給去掉 就變成什麼 水鬼 對不對 所以你在鬼月吃冰塊 等於會把鬼給引過來 會對你不好 我就在想 這個命理師 他一定有敏感性牙齒 他自己不能吃 就叫全台灣的人都不要吃 第二個禁忌 是說今年的鬼門開 和鬼月 還和父親節是同一天 所以今年的父親節 我們不能說父親節快樂 因為快樂這兩個字 會刺激到鬼 鬼會不高興 所以我們要說什麼呢 要說什麼 父親節安康 可是我覺得這也很奇怪啊 你講出父親節這三個字 不是也刺激到一些孤兒鬼嗎 所以我們是不是在父親節那天 只能跟自己的爸爸說 爸 親節啊 就像是叫你爸去掃地那樣 我就得到一個結論 無論我們怎麼做 都會惹到鬼 所以單純的去迴避那些禁忌 已經不夠了 從現在開始 我們要主動出擊 我們要有自己的鬼 來保護我們 該怎麼做 我們要透過墮胎 來組成一支 英靈軍團 這樣每次到鬼月的時候 我們就不用害怕違反競技 因為有英靈保護我們啊 中原普渡的時候 還可以去把貢瓶給搶回來 其實喔 墮胎沒有大家想的那麼糟糕 墮胎就是把小孩留在另外一個世界而已 有點像是送小孩出國遊流學那樣 而且我個人是很支持墮胎 因為我覺得墮胎 就是女性的自主權嘛 所以囉 流產就是小孩的自主權 像是我 我的唐姐 她前陣子就流產了 整天一直哭 眼淚一直溜溜溜溜溜 好像還溜不夠一樣 我就安慰她說 唐姐 我知道你很難過啦 但是 要振作嘛 小孩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 我唐姐喔 還是聽不進去 真的是 好我們回到墮胎 墮胎基本上 就是12個生肖都墮一胎 鼠牛虎兔 墮墮墮 墮到豬英靈 這個 好啦 好啦 只要有基本盤之後 接下來就可以根據 每個人的用兵屬性 來配置兵種 現場有天秤座的朋友嗎 我看到有些觀眾舉手 天秤座我們愛好和平 不喜歡打打殺殺 那就可以在牛年的時候多墮胎 你就會有很多的牛的血都很厚 可以適合防禦 打不死 而且遇到印度鬼 你還變成神了 所以我們類似的邏輯 你在豬年墮胎 墮一堆豬英靈 在回教徒面前 你就是阿拉 現在這個時候 你還可以去中東 把阿富汗給搶回來 然後那些回教徒看到 你都跪下來敗 然後壓到炸彈的開關 那如果 如果是客家人的話 就可以在基因年的時候多墮胎 很多的基因靈啊 可以組一支鐵攻擊軍團 做什麼呢 去Costco裝洋蔥囉 好啦 那如果有人 他喜歡主動攻擊的話 可以在虎年的時候墮胎 狗年的時候 也可以墮胎 不要小看狗狗 狗狗啊 如果是 帳牢 比特犬這一種狗 牠們咬起來也是很兇猛 但 有一個風險 如果不小心 墮到一種 四狗 飛狗的生物 騎娃娃 那你 就必須要去 觀落鷹 再把牠給墮掉 好 還是墮胎啊 台灣人做事很愛挑時間嘛 所以咧 墮胎 當然也有良成吉時 所以我們12生肖 可以搭配 24節氣 舉例來說 有一個節氣叫大寒 搭配雞就變成什麼 大寒雞 大寒雞啊 一條大地瓜 你們知道一條大地瓜 有什麼用嗎 可以去搜尋地瓜的好處 地瓜真的非常屌 而且我 我現在去便利商店 看到那些現烤地瓜 我都聯想到墮胎 因為只能等別人幫你夾 那 我們今年是牛年嘛 那各位知道有個節氣叫 雙醬嗎 雙醬牛英靈 哇 聽起來是不是口水都要流下來 還有一個節氣好像叫 叫小雪 搭配兔子變成什麼 小雪兔 這個聽起來就很可愛對不對 最適合國中女生囉 其實啊 我覺得國中女生墮胎 就像是在創造自己的 小小守護神那樣 欸 就像是神奇寶貝啊 不是 小志有皮卡丘嘛 國中女生有雙醬牛啊 而且在路上遇到同學 可以直接決鬥 如果你贏了 你的英靈就可以進化 好不好還可以給他搭配兩種節氣 我們舉例來說 假設兩個同學在走廊上遇到了 欸 欸 陳怡君 你墮胎的錢 到底要不要還我 不還是不是 好 那就決定是你了 雙將大韓基 什麼 雙將大韓基 這不就是傳說中的 冷凍地瓜嗎 好 那我們30分鐘之後 再來決鬥 要先等他退兵 謝謝大家 我是OK 大家好 我叫做OK 歐洲的O 拉K的K 我有自己的粉絲專業 我叫做OK的自言自語 那我是從新竹上來台北這邊 那我在新竹 也有舉辦 Open Mind的脫口秀 那如果有興趣的觀眾 歡迎來我的 粉絲團跟我聯絡 OK的自言自語